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赶紧转发分享出去 给家人朋友人手一份 他就是我国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淼 因其冠绝古今的医学 被后人尊称为药王 生于五四一年 逝于六八二年 整整活了一百四十一岁 他的长寿秘方被人们一直苦苦追寻 原来全写在了千金方杂病论中 里面就提到了 积一穴 无所不至 这个穴位就是位于脚心的永泉学 拍打这个地方 不但能够防止一百多种疾病 而且方法非常简单 药王孙思淼在书中特别标注了出来 一定要用手心拍打 就是用手心拍打脚心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动作 效果却非常显著 手心和脚心是人体极其重要的学位 尤其是手心的劳工学和脚心的永泉学 历经千万年 百万古人验证 这个简单的动作对腰背酸痛 足吸酸软 心脏病 高血压 风湿病等一百二十七种疾病都有良效 尤其对健忘失眠 记忆力减退 老年痴呆等症状的老年人 效果非常好 手心拍脚心 主要就是劳工打勇拳 在经络与穴位调节沟通过程中 能够使心肾相交 水火极寂 火不上而神自清 水不下肾而精自顾 方法非常简单 采取平坐或盘腿坐 注意 姿势要端正 以舒适为准 切勿紧绷拘束 双目轻闭 放松 静坐约十五分钟 而后保持坐视 睁开双眼 将右脚放在左膝上部 右脚握住右脚内踝骨上部 男士用左手掌心 拍打右脚心的永泉学 女士则用右手拍打左脚 拍打时用力均匀 轻重适中 同时保持间隔时间一致 心里默念次数 次数达到标准 就换姿势 拍打另一只脚 第一次尝试 单侧各打一百次 然后每天逐步递增 体弱多病者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增加次数促进痊愈 值得注意的是 单侧次数不要超过九百下 时间为早晚各一次 坚持半个月 就会有明显的效果 健康的体魄与人体穴位息息相关 只有找对了方法才能少生疾病健康长寿 朋友们 这个简单易学的动作 不用你花一分钱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为了家人朋友的健康 请不要私藏 有多少群就转发到多少群 帮助更多朋友 养好身体 安享晚年 幸福生活 转发出去 让健康传达